因南加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可用率依旧维持在0% 州长纽森日前宣布 南加州区域居家避疫令将延长执行期 也就是将继续禁止所有来自不同家庭的人聚会 面对面用餐 以及许多地方严格限制人数 但近日由于第一场冬季风暴 许多山区才开始出现积雪 因居家令而被破留在家里避疫的年轻人 都抵挡不住大雪的诱惑 结果竟然导致各地山区出现被疫情闷坏了的车潮和人潮 圣伯纳丁诺县大熊湖就是其中之一 从洛杉矶出发 原本车程只要两小时的大熊湖 据民众转述 前往当地至少都要四小时起跳 可见人潮拥挤情况 同时因为疫情今年跨年假期活动都取消 许多年轻人选择照样在家开派对集会 短期租赁网站Airbnb也做出应对措施 在COVID-19大流行期间 首度开始限制房源 因应卫生当局敦促 人们避免此类私人聚会 这包括在全球范围内禁止所有聚会和活动 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并限制25岁以下的用户 在其居住的地区预定整个房屋 卫生官员呼吁 许多人聚会庆祝的行为可能带来危机 而无症状的年轻人会令家中年长 以及身体相对较弱的老年人暴露于高度危机中 洛县公共卫生局表示 目前新冠中院人数约是两月前的十倍 是7月份第二波新冠疫情时的三倍以上 ICU控床率目前是0% 远未达到15% 才可以考虑取消居家避疫令的标准 而且预测重症是在接下来的四个星期内 也不会达到15%的门槛 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必须停止聚会 并且采取严格预防措施 中天中望整理报道